各位同學,我們來講講欄 怎樣分欄呢?很多時候報紙 都會把文章分成一欄欄 我們現在試試看 譬如這條文章 我去版面配置 之後就選擇欄 如果我分兩欄 整篇文章分兩欄 我按三欄 分三欄 每欄中間的走廊通道 如果想要闊一點 可以移到雙箭頭 拉過去 走廊很闊 拉回馬利亞 我們再試試 如果用欄 就變回一的話 就變回沒有東西 如果我選擇左 左邊那些 比較窄 變成像我們 很多男士梳頭 可以選擇 中間分界 那這裡 除了調整走廊的闊窄 之外 中間有一點點 可以改改走廊的位置 移過去 那這邊 那邊窄 可以窄窄 在這邊 或是露燈窄 或者現在可以把荷窄 放到這邊 浴燈窄 可以測移 也可以改變窄 那這邊可以改變窄 這裏又可以改到那個位置的話 你又可以去到這個欄的其他欄那裏 那如果你剔一剔這個 原本是雙等欄寬的 剔走這個剔 那你確定吧 那你發覺這裏呢 就都可以調到的了 那我的移動欄 那譬如我調到兩邊是窄些 中間是闊些 那都可以的 那現在我又把它變回做一欄 那你都可以呢 就試一下每一段都不同 難的 可以譬如說 D一段這樣 如果D一段我喜歡分三欄的 那就三欄 那下一段呢 也可以分兩欄 那有時候我們喜歡就是中間有條線在這裏 那這裏呢 你可以選擇其他欄位 那你可以選擇分隔線的 分隔線 那還有這個呢 譬如我我字這裡 那這樣呢 那單單的我字不是很好看 那這邊有位的 那我現在要是可以轉過來 那我先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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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先轉過去 那我先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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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谢谢观看